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做好了应对任何可能的准备 由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放慢了在美国投资的步伐 甚至取消了在美国投资的计划 放弃美国的市场 希望美方多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事情 从而真正有利于自身和全球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对于美方的言论 中方将听其言 观其行 我们已经按照底线思维的方式 做好了应对任何可能的准备 在24号 美国考基制度保护委员会首席行政法官裁定 美国商务部没有理由解雇华裔科学家陈霞芬 并且命令美国商务部恢复陈霞芬 在美国国家气象部门的工作 并补发陈霞芬的所有薪资和福利 判决书指出 美国商务部无中生有地指责陈霞芬 试图从政府数据库中获取机密信息 并与中国分享 美国商务部调查人员是有选择性的 有偏见性地完成了他们的调查报告 陈霞芬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很感激正义最终获胜 这不仅对我来说是好消息 对所有争取正义和公平对待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好消息 2014年10月 曾任职于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的 美籍华裔科学家陈霞芬 在办公室被逮捕 他被指控是中国间谍 虽然之后得以洗清罪名 但被原雇主辞退 2017年3月 陈霞芬向法院起诉原雇主的上级单位 美国商务部错误地终止了和他的劳动合同 以及就业歧视和刻意打击报复等 要求复职 当前距离韩潮首脑会晤还有一天的时间 会晤地点位于板门殿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 昨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公布了和平之家二楼会议室的内景 不少细节都体现出了对于和平的期待 会晤当天韩潮双方将从会议室的左右两侧入场 然后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落座 会议桌的宽度为2018毫米 象征着迎接和平的2018年 桌子两侧各有七把椅子 文在寅和金正恩将分别坐在中间的白色椅子上 椅背刻有朝鲜半岛地图的图案 为了将他们握手的环节等向全世界的观众直播 韩潮双方还在25号的联合排练中 对会场的照明强度 摄像机角度和直播设备 进行了反复的检查 据韩潮首脑会晤筹备委员会称 报道阵容高达2800多人 来自将近360家韩国和海外媒体 报道者人数超过2000年和2007年 两次韩潮首脑会晤的总和 今年会晤前夕 朝鲜宣布终止河岛试验 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让朝鲜半岛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因此备受关注 由于市场对于韩潮经济合作项目 开成工业园区重启的期待值升高 近日在园区内设有工厂的部分韩国企业股价 已经开始上涨 韩国主要经济团体25号公布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2.5%的受访企业希望韩潮首脑会晤 能够顺利进行 韩国企划财政部表示 随着地缘政治风险降低 韩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也可能被上调 使得大型跨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意愿增强 韩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款也会变得容易 因此 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韩国政府来说 朝鲜半岛的和平红利都显得意义重大 近日菲律宾政府宣布 旅游圣地长滩岛将从4月26号起关闭 进行为期半年的环境整治 以恢复当地的海洋生态和旅游环境 25号仍然在岛上的游客们 享受封岛前的最后一天 并且期待未来长滩岛的全新面貌 长滩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 约190公里处 是菲律宾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人们在海天一色的优美景色中 尽情享受阳光沙滩和各种水上运动 而就在这片美丽的海滩上 由于不少度假村的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不足 大量商家不经处理将污水直接排入大海 严重破坏了长滩岛的生态环境 使得菲律宾内政部 环境资源部和旅游部等部门 建议彻底关闭长滩岛 以进行维护修整 25号当天 仍在长滩岛旅游的游客们不得不离开这里 一些游客表示 尽管有点依依不舍 但仍然认可 封岛进行环境整治的做法 期待重新开放的长滩岛 能够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 此前一些菲律宾的旅游团体 和长滩岛当地组织 对封岛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 这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据估算 长滩岛在2017年前9个月的收益达560亿比锁 约合人民币67.8亿元 相当于菲律宾全国旅游总收入的20% 封岛半年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过 菲律宾政府已出台了多项举措 为补偿当地旅游业者 相关部门还计划通过立法 从根本上解决长滩岛的环境问题 2017年有200多万人次游客赴长滩岛旅游 中国游客超过37万人次 是长滩岛的最大客源 此前中国已有多家旅游机构表示 会启动应急预案 制定客户保障措施 为游客无损退订或更改行程 而关闭长滩岛将会对当地经济 带来如何的损失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 CBC财经评论人陈茜 在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部分地图 长滩岛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以南大约190公里 曾经因为许白的沙滩 大片的椰树林 以及迷人的海边细阳等等美景 每年是吸引200万名游客前往旅游 其中105万人是外籍游客 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以及韩国等亚洲国家 长滩岛每年大约为菲律宾经济 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 根据政府的估计 该岛封岛半年将导致 国内生产总值GDP削减0.1% 那么从今天开始 长滩岛正式开启了为时半年的封岛清洁 这带来的经济损失 首先就反映在岛上的就业 和酒店等旅游业的损失上 我们知道整个长滩岛拥有超过500家的酒店 雇佣17000名员工 同时正在开展的新项目 也是拼请了大约11000名的建筑工人 而政府下令封岛令这些员工的生计 是深受影响 而包括这些酒店和建筑项目的员工在内 预计封岛行动将影响岛上 至少7.35万人的生计 而菲律宾当局就预计 整个长滩岛的清洁花费 可能会超过8000万美元的水平 那同时除了酒店业之外 菲律宾的航空业也会受到影响和调整 那比如说菲律宾的苏乌太平洋航空 Ciboo Pacific就表示说 公司将取消每日飞往长滩岛的14趟航班 而菲律宾航空也表示将减少飞往长滩岛的班次 增加飞往其他城市的航班 那么这些航线的删减 也会给航空公司带来临时的损失 但是菲律宾政府同时表示 尽管是关闭了长滩岛 但其旅游部在今年接待游客目标 依然保持不变 仍然是750万人 那这是因为许多游客会将长滩岛的行程 改为菲律宾其他的海岛或者旅游点 比如说同样著名的 薄荷岛 宿物和巴拉湾等等 那菲律宾旅游部长也表示说 也有游客表示把这个行程延后 等封岛期正式结束之后再来旅游 因此在整体的经济上 长滩岛的关闭可能不会对菲律宾 整体上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影响 而更多的影响其实在于 当地的就业和酒店损失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美丽的海岛 在半年之后能够恢复其往事的风采 作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 日本东京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 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 所以为了缓解两年之后 奥运期间的交通压力 东京将从今年夏季开始 试行错峰出行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日本媒体25号报道 为了在2020年奥运会期间 缓解东京拥堵的交通状况 东京政府和奥组委将通过 错峰上下班以及在家办公等方式 来减少上下班高峰带来的交通压力 为了验证实际效果 东京将在今年7月到8月 联合部分企业共同开展错峰出行实验 除此以外 东京还考虑在奥运期间 协调物流企业和发货单位 调整货物运输次数和送货时间 与此同时 一份旨在调整2020年公众假日的法案 也将在近期提交日本国会审议 根据这一法案 2020年夏季和秋季的三个公众假日 将临时调整到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和闭幕式前后 从而在交通压力最大的两个时间点上 分别形成四天和三天两段小长假 通过这一方式 来削减上下班出行造成的交通高峰 由于东京奥运会部分场馆离奥运村较远 交通问题早在深奥阶段就被视为有待改善的制约因素 东京政府和澳组委表示 包括东京在内的整个首都圈地区 各个路段的交通量在奥运期间最多需要削减15%左右 使车流量降低到与节假日相同的水平 才能确保奥运车辆行驶通畅 数据显示 东京奥运用于交通方面的预算至少将达5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9亿元 但有分析指出 目前东京提出的错峰方案能否有效改善交通状况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近日印度交通道路部部长加德卡雷表示 2017年印度全国公路建设创下9829公里的历史新高 表明过去5年平均道路建设从每天11公里增加到28公里 本月29号 印度全国第一条长达135公里的智能高速公路 东部周边高速路将开通 这条高速路在500天内完工 比预计工期910天提前了近一半时间 这条高速路的开通 不仅将缩短印度首都周边各地间通勤时间 也将分流大量车辆缓解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交通压力 和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 2017年 印度全国公路建设创下9829公里的历史新高 比2016年增加了1598公里 新增公路建设合同额达17055公里 比2016年增加1107公里 除了内陆交通方面 印度在航运建设领域的投资也逐年加大 印度航运部宣布2018到2019财年 将在港口和航运建设上 投入1万亿卢比约合150亿美元的预算 过去两年来 印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在一些主要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道路 或者楼房施工现场 这里是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部的 卫星城国尔港地区 这两年来这里大兴土木 到处都可以看到高楼拔起 马路加宽 以及像我身后用来分流的地下通道的施工现场 有专家表示 随着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 未来10至20年 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当地时间25号 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发生一起有警起火事故 据美联社报道 目前的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8人死亡 另外有数十人受伤 起火的有警 位于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东亚齐县 印尼抗灾署表示 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有警正向外涌游 数十名当地民众聚集在有警附近取游 不料有警突然起火 并迅速蔓延 造成人员伤亡 附近多处民居和大量树木也被烧毁 事故发生后 亚齐抗灾署 当地警方消防人员和医院 迅速展开灭火工作和撤离死伤者 当地警方表示 起火的有警 属非法盗采有警 初步调查显示 事故可能是由附近的焊接作业不当引发 也有媒体报道称 取游的人群中有人吸烟 从而引发了这一灾难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脉动 这些事情你需要知道 美国波音公司 中国新工厂将于今年建成 以抗衡竞争对手 苹果公司 依从欧盟裁决 将向爱尔兰 补缴130亿欧元税款 再看 纳斯达克 一旦市场成熟 监管到位 对成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持开放态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丹尼斯·米伦伯格 25号表示 波音计划在今年内 在中国拥有一家新的工厂 以完成部分波音737 喷气式飞机的装配工作 米伦伯格表示 正在建设中的飞机 完成中心位于上海附近 是波音与中国商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企业 只能是安装座椅 以及机上娱乐系统 波音曾表示 需要依靠这个中心 来抗衡其竞争对手 空客公司 后者已开始在中国生产 喷气式飞机 米伦伯格是在波音公司 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后的会议上 透露这一消息的 波音公司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 公司当即营收和美股盈利 均高于市场预期 波音公司同时还上调了 全年的盈利 及运营现金流预期 波音股价当天大涨4.19% 中国市场占到波音公司 飞机交付量的五分之一 这个新的工厂 曾受到了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 特朗普的密切关注 特朗普将这家工厂 视为美国就业机会 转向海外的一个例子 不过 米伦伯格表示 此类海外工厂 不仅不会对美国就业 形成直接威胁 还有助于保护与拓展美国国内就业 再来看到 爱尔兰财长诺霍24号表示 苹果公司将于近期开始向爱尔兰政府支付高达130亿欧元 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的税款 据信了 苹果将会向第三方托管账户支付这笔钱 预计在今年三季度结束前支付完毕 而这笔款像是来自于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的一次裁定 经过一系列调查 欧盟委员会认为苹果公司在爱尔兰享受到了不公平的税收待遇 要求苹果公司进行补税 不过爱尔兰方面表示 并没有给予苹果公司不公平的税收优惠 而双方也都对裁定提出了上诉 上诉可能于今年秋天展开 325号纳斯达克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弗里德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如果时机成熟 那么纳斯达克将会对称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持开放态度 弗里德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对加密货币市场只是关注 因为市场尚未成熟 监管也尚未到位 只有人们准备好迎接受管制的市场之后 纳斯达克才会考虑成为一个加密交易所 同一天 纳斯达克宣布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双子星提供技术支持 在随后的财报电话会中 当分析师问及纳斯达克是否会上线加密货币期货时 弗里德曼回应称 目前仍在同客户和加密货币交易所共同评估 并寻找不同于市面上已经存在的新的加密货币期货产品 在纳斯达克仍在考虑加密货币期货时 位于芝加哥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两家大宗商品交易所 已经在去年先后上线比特币期货交易产品 考虑到纳斯达克在散户中具有更大知名度 纳斯达克是否上线加密货币期货 备受关注 投资消费户为机会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开幕 国际化水平创新历史新高 北京车展昨天开幕 百余款全球首发车亮相 概念车预见未来出行 国产纯电动车表现抢眼 消费者爱吃肉 日本肉寿司正在流行 先来看一下 第六届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 正在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举行 在本届农博会上 二十多个国外的参展商派出代表团前来参加 并且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明星产品 接下来我们就来联系一下 正在现场的成都台记者李谦 李谦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你好 电视机器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我就是在第六届成都 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的现场 那么现在已经是经历到了第六个年头 而且国际化的趋势也是日渐的增加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国际馆的区域 今年一共是有23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参观团 到达了咱们这个农博会的现场 我身旁呢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代表团 其实啊每个参展商都有自己的法宝 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摆在他们的展柜上面呢 是一种叫做混合土壤的这个高科技的农作物 那其实它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在过去啊您可能种植蔬菜的时候呢 需要加一些化肥 甚至呢有些蔬菜可能还会喷洒农药 但是呢有了这样一个混合土壤之后 您的这些顾虑都可以被打消 这个混合土壤是由什么呢 由椰子的泥炭 包括了椰子的纤维 还有烧焦的稻壳等等 这一系列的有机物组成的 刚才在跟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交流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其实这项技术在马来西亚当地呢 已经是被广为的 接受了大伙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 这项技术也是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呢由于现在国内知晓这项技术人比较少 所以说他们也希望利用这个农博会的平台 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当然说到这个农博会国际馆呢 其实明星产品皮皮皆是 比如说我现在走到这个角落 就已经闻到了香味 是什么味道呢 就是我们主兵国泰国给大伙带来的水果 您看在这边成立了有青柚 有这个榴莲 有很多爱吃水果的老百姓呢 也是在这里来抢购 我们来问一下他们这种水果 跟咱们平时在国内买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您好 那介绍一下您的水果特点 我们这水果都是源自泰国的自然熟的水果 这柚子 这个柚子是又脆又甜 这个是榴莲 这种榴莲是又落又甜 香的不要不要的 好的谢谢您 其实啊说到这个农博会的国际馆 其实它前五季的数据已经是非常的成绩斐然了 它的对外影响力和平台市交性也是在逐渐的增加 现代农业的招商引资数额已经是达到了487.36亿元 作为成都作为东道主 我们也欢迎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到农博会的现场来逛一逛 好了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李倩在现场的报道 谢谢 再来看一下2018北京国际车展的昨天开幕 有100余款全球首发车纷纷亮相 其中电动化无人驾驶 智能互联等等技术 更是成为各家厂商短兵相接的争夺热点 这款车是一款未来概念的一个电动车 那么它的名字叫EC-GO 那么现在请我们的技术人员 帮我们自动的来操控这款车 那么这款看似是天窗的这个设置 其实实际上这是一款这个车门 可以自动的打开 那么下面这个地毯 就是这个地板也可以自动的伸出来 那么现在我进去体验一下 这款车是什么样的 那么我进来之后 我发现这款车的这个车舱里面 它是没有传统的方向盘 和这个变速器的 那么它在这个里面 可以同时的可以容纳六个人来乘坐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空间 也是非常的宽敞 非常的敞亮 那么如果未来 我要是想用这款车出门的话 那么我只需要在家来操控这个遥控器 那么这款车就会自动的开到我们家门口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那么在这款车里可以看到 从这款车上可以看到 今年的北京车展 各家的品牌都想传递的一个理念 那就是智能化 无人驾驶和这个电动化 除了国际品牌 国产自主品牌 今年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不少厂商推出了自己的首款纯电动概念车 这些概念车外观设计科技感十足 基本都具备了纯电动 自动驾驶 人车交互等功能 续航里程也有明显提升 还配备了许多黑科技 这个概念车不是一个纯概念车 它是有技术基础 可实现的概念车 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的布局 直接布落到了 布局到了L5这个水平条 像像素大灯 这个像素大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信息 既然要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主动给它打出一个斑马线 再来看一下 由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 致敬中国汽车人物活动 也于昨天正式启动 到场的中国汽车产业大开 和大家分享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当中的珍贵记忆 在现场 齐瑞汽车董事长尹童岳 分享了老一辈汽车人 原商务部部长吕福源 对行业的贡献 那么他当时也是 利用极巧妙的商务技巧 几乎是没有成本 把国外一个很大的资产 拿到中国来 那么利用这个平台 又让我们到国外去 学习人家的过程 培养了大批的 中国汽车工业的人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缩影 致敬中国汽车人物 将邀请来自汽车行业核心企业 研究机构 院校 媒体 行业协会等 组成百人评审团 共同推选出 中国汽车工业界 四十年历史中 最值得致敬的十组个人或团体 并在六月上旬 举办致敬人物发布晚会 我觉得对于汽车人来说 最值得宠敬的是他们的奋斗精神 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几十年中 有大量的汽车人 付出了清纯 付出了汗水 他们的拼抹才带来了 今天行业的发展 大家知道 印度民众酷爱购买黄金饰品 而印度也是世界最大的 黄金消费国之一 在今年四月 由于传统的节日和婚礼 季度扎堆 那么印度单月的黄金饰品消费量 是大幅上升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初之间 印度民众会庆祝重要的传统节日 而这一时间段 也是印度民众购买金饰的重要时刻 很多印度人相信 在这个节日购买黄金饰品 能够把一年的好运带回家 而节日购买黄金的传统 大大增加了四月份 整个印度的黄金销售量 不仅如此 每年的四月也是传统的婚礼季节 印度人喜欢用金饰装饰新娘 宾客也会给新人 送黄金饰品当作新婚礼物 对此印度黄金 及金饰协会乐观地表示 整个印度四月份的黄金饰品销售 将会有15%到30%的增长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 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 成为了不少游客的度假之选 推出美食所带来的歉意享受 丝毫不逊于图中所看到的风景 所以在五一假日前的 国际财经报道 推出了全球美味正流行系列节目 其中就有日本的肉寿司 韩国脏脏包 中国澳门的马剑修 泰国芒果糯米饭 还有印度火焰檳榔 越南牛肉粉 挪威鹿肉等等 让我们一起跟着流行美味 去了解异域的风情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提到日本料理当中的寿司 大多数朋友都会想到 三文鱼或者是金香鱼 这样的海鲜寿司 但是随着消费者口味的不断变化 那么最近在日本打破传统概念 以肉类为主角的肉寿司 正在流行 肉寿司 顾名思义就是用肉来替代 传统海鲜制成的寿司 从猪肉 牛肉 甚至到马肉 几乎所有肉类都可用作食材 其中牛肉是制作肉寿司的首选 尤其是日本生产的和牛 由于脂肪分布均匀 肉质鲜嫩且肥而不腻 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青睐 肉寿司根据肉类的部位 在烹饪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区别 以牛肉为例 牛舌通常以碳烤 配椒盐的方式烹调 位于牛背中部的高档部位 牛眼肉的做法更加讲究 首先要用岩石岩和黑胡椒调味 然后用喷枪制烤后 平铺在寿司米饭上 再对另一面进行制烤 以确保受热均匀 日本消费者喜好生食 因此牛肉寿司在做法上 也追求新鲜原味 采用低温滅菌的方法 对牛肉进行加工 由此在保证食用安全的同时 更接近生肉的口感 除了肉类的选料外 肉寿司的米饭品质也十分重要 米粒饱满有光泽 黏度和甜度适中的大米最合适 此外 由于肉类的香味与海鲜不同 如果使用相同的寿司醋 米饭会显得喧宾夺主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 凸显肉类食材的美味 这家餐厅用海带和多种调料 配置了专用的寿司醋 一盘和牛寿司的售价 大约在300日元 约合人民币18元左右 与中党三文鱼寿司的价格 不相上下 由于牛肉中蛋白质 氨基酸和铁元素等 营养成分含量较高 脂肪含量相对较低 因此一直深受 日本女性消费者的喜爱 日本政府发布的统计显示 近四年 日本肉类人均年消费量增长了11% 在日本 吃肉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主营肉寿司的餐厅不断增加 以这家肉寿司连锁店为例 目前旗下已有40家餐厅 仅去年新增店铺数量 就达到了15家之多 天王星是人类使用望远镜发现的第一颗行星 蓝绿色的冰冻外表 让它看起来是一个安静的星球 不过您知道吗 天王星闻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最近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家就给出一个说法 其实天王星闻起来有一股臭鸡蛋味 23号 牛津大学发表报告称 科学家在天王星的云层上方 发现了硫化氢的存在 由于天王星表面气温极低 硫化氢成固体冰存在于行星表面 不过 这也掩盖不了硫化氢散发出的臭鸡蛋味 而人类放出的屁 也含有极少量的硫化氢 科学家表示 天王星距离地球十分遥远 对它的研究非常困难 多亏了双子座天文望远镜的 近红外积分场光谱仪 科学家终于观察到了 来自天王星云层反射的光线 从而确定了硫化氢的存在 不过 人类想要登上天王星 亲自闻一闻味道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天王星上缺乏氧气 气温低至零下200度 而根据之前的发现 天王星的大气主要是由氢气 氦气和甲烷组成 早在闻到臭气之前 人类就会窒息 科学家还说 这一发现意味着天王星不同于与它相邻的土星和木星 它们的表面都没有硫化氢而是氨气 这种差异可能在太阳系形成初期就决定了 同时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表面温度和位置 不过天王星也并不孤单 科学家说 未来它们可能还会在海王星中 发现硫化氢的存在 而为了庆祝哈勃望远镜发射28周年 美国宇航局和欧洲航天局 近日发布了一组 泄湖星云的壮丽的图片 欧洲宇航局的哈勃站点 将泄湖星云描述为一个 宽五十五光年 高二十光年的庞然大物 距离尽球大约是四千光年 哈勃望远镜是美国宇航局 和欧航局的合作项目 自1990年4月发射以来 已经对四万三千五百多个天体 进行过超过一百五十万次的观测 而南极考察站 是25号发布了一段视频 这一段视频是由绑在一只企鹅 身上的摄像机拍摄下的 从这一段拍摄 于今年一月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这只企鹅从海面潜入湛蓝的海水当中 和同伴们一起挥动翅膀 快速穿梭 企鹅大军在海中前进的场面 相当壮观 视频当中的企鹅是来自南极的 纳尔逊岛 科学家在企鹅身上安装摄像机 主要是为了研究它们的近视习惯 以及对海洋温度上升 有着怎样的反应 而这也将为南极生态系统研究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此日前 中缅创新创业大赛在云南德宏盲市举办 这次大赛的主题是科技创新成就梦想 共建中缅经济走廊 旨在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服务中缅经济走廊 促进中缅青年科技人才和企业家交流合作 吉林省的镇籁县的地处松嫩平原的西部 每年春天都会吸引大批迁徙的候鸟前来停歇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观赏一下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